这场中国公开赛的首拳赛事是黄志勇与Planoy的首次交手 黄志勇一开始便来了个强势开局 不过随后Planoy抓到了往前的机会拿下了第一分 黄志勇给了一个非常贴王的回放 黄志勇这个对角线的点杀非常漂亮 一分来到了2比7 黄志勇在一个斜线的点杀漂亮的落在刁砖的落点 总是1比5领先到了技术站体 休息之后这个往前的平抽档 Planoy则是更胜一筹 但随后黄志勇打快了节奏 连接速度比Planoy更快 拿下了不少分数 并把比分再一次扩大 Planoy很好实现了往前的连贯 这个正拍的推扑直线 让他稍微直斜 黄志勇往前搓球的手感很好 8比分带到了18比12 Planoy提出挑战失败 黄志勇来到了第一个局点 随着Planoy的一个退后场失误 黄志勇20比12拿下了第一局 Planoy在第二局像是苏醒的巨龙 不知打出了气势 也打出了各种变化 各种掉球与连续进攻 让他打出了梦幻开局 Planoy杀球后没有连贯上 这才让黄志勇稍微止血一下 不过Planoy没有放过任何进攻的机会 连续好几个下压都突破了黄志勇的防守 Planoy强势的11比3 8分领先来到了技术暂停 Planoy连接的速度还是比黄志勇更胜一筹 Planoy的这个接杀挡了一个晋王球 落点实在太浅 黄志勇完全没办法 在往前的平抽当中黄志勇再拿下一分 黄志勇这个勾对角非常漂亮 随后他也不放弃慢慢的追了一些分数 黄志勇就有了好几个局点 黄志勇就有了好几个局点 过为时一晚 Planoy这个头顶去点杀斜线成功为他拿下了第二局 黄志勇在第三局再度回涌 高质量的回放逼破Planoy跳球 然后从后场杀球进攻得分 不过Planoy毕竟是老将 最后靠着自己的预判加上突击得分 把比输慢慢的追回了 Planoy回放的质量非常好 为自己制造机会强啊 最后攻击得分成功 潘瑞告知亮的调球 再加上黄志勇的判断失误 潘瑞11比7领先到了技术暂停 阿诺好几个攻势 黄志勇都守得很好 最后攻守转换 挑杀得分 非常精彩 黄志勇推步得分 再一次收下分数 黄志勇在把握一个机会直线杀球 连追了5分 追到了13比13 双方持续打得非常焦灼 这个多拍回合也是相当精彩 Pranoy这个勾对角 让黄志勇强大 黄志勇终于取得领先 19比18 Pranoy这一个回球失误 黄志勇就这样来到了他的赛点 Pranoy再一个回球失误 黄志勇就这样打出了一波4比0的攻势 成功以21比18 拿下了首次交手的胜利 顺利进入到了16强